第六课 难忘的演讲比赛 声词 难忘 难忘 演讲 演讲 棒球 棒球 高中 高中 牙膏 牙膏 手套 手套 该乐 该乐 举行 举行 辅导 辅导 纠正 纠正 朗读 朗读 声调 声调 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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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 鼓励 荒 荒 信心 信心 宣布 宣布 结果 结果 棒球比赛还没有开始呢 哥哥还没有上高中呢 牙膏还没有用完呢 八点了 该上课了 太晚了 该回家了 天冷了 该戴手套了 难忘的演讲比赛 最近 学校举行了一场汉语演讲比赛 我也参加了 比赛前一个星期 王老师问我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我说 还没准备好呢 想请您给我辅导辅导 王老师答应了 他听我讲了一遍 帮我纠正发音 还让我说得慢一点 比赛开始了 前几个同学都讲得很好 李强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得很流利 张燕朗读了一首中国古诗 他发音和声调都特别标准 该我演讲了 我有点紧张 王老师鼓励我说 你准备的不错 不要慌 要有信心 演讲结束后 一个同学对我说 你讲得很精彩 一定能的第一 我说 那可不一定 比赛还没结束呢 最后 校长宣布了比赛结果 我真的得了第一 我高兴极了 这次比赛让我很难忘 最近学校举行了一次什么活动 谁参加了 学校举行了一场汉语演讲比赛 我也参加了 比赛以前我做了哪些准备 还没准备好呢 想请王老师给我辅导辅导 比赛开始后 前几个同学讲了什么 讲得怎么样 讲了一个故事和一首中国古诗 都讲得很流利 发音和声调特别标准 该我演讲的时候 王老师对我说了什么 你准备的不错 不要慌 要有信心 演讲完 一个同学对我说了什么 你讲得真精彩 一定能的第一 我觉得自己能的第一吗 那可不一定 比赛还没结束呢 最后 是谁宣布了比赛结果 结果怎么样 校长宣布了比赛结果 我真的得了第一 望庐山瀑布 唐 李白 日照香炉 生子烟 摇看瀑布 挂钱穿 飞流直下 三千尺 一是银河 落九天 长扁单 短扁单 长扁单 比短扁单长 短扁单 比长扁单短 排忧解难 迫不及待 其有此理 千方百计 千军一发 前赴后计 纠 纠正 叫 叫喊 高 牙膏 高 高兴 紧 紧张 坚 坚持 不 宣布 诗 老师 利 鼓励 利 厉害 宣 宣传 宜 便宜 这次旅行真让人难忘 明天的演讲比赛 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李老师 我想请你给我辅导一下英语 可以吗 他的汉语发音不太好 星期天 我给他纠正了一天 校长喜欢朗读中国古诗 他的音调很准 不要紧张 要有信心 今天老师宣布了这次考试的结果 有了他的鼓励 我才赢得了这场比赛 他读高中的时候 常常参加学校棒球的比赛 天冷起来了 妈妈给我买了一副又暖和有漂亮的手套 爷爷出去了 还没有回来呢 我的衣服还没有洗完呢 作业还没有做完呢 晚上十二点了 该睡觉了 弟弟快七岁了 该上学了 早上八点了 该上课了 这真是一次让人难忘的旅行啊 学习一定要有信心 小红 你知道这次比赛的结果吗 每次考试 他都很紧张 有了他的鼓励和帮助 我的成绩提高得很快 我想请小丽给我辅导汉语 张燕非常喜欢朗读中国股师 昨天的篮球比赛是下午五点结束的 老师给我们宣布了这次考试的结果 该出发了 他怎么还没来 节目还没准备好呢 王老师听我讲了一遍 弟弟该上高中了 我想请你给我辅导辅导 这次比赛让我很难忘 只要赢 冷 冷 高 套 紧 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